马晓云是个大大咧咧的女人 在澡堂子上班的她 从来都不在乎什么男女有别 在现实生活中 都是女人忌惮男人的窥探 很少有男人因为女人而成缩头乌龟的 马晓云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 她可不在乎什么男男女女 只要是工作 不管男澡堂里有没有人 都会拿着工具过去 全然不在乎那帮男人们 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大方 而战战兢兢 可就是这样一个洒脱的女人 对待自己的孩子竟如此残忍 马晓云跟梁富宽一共有三个孩子 这是两人之间永远的秘密 因为老二从一出生 就被送到了姥姥家抚养 这些年 这对夫妇都是寄钱过去 让对方帮忙养孩子的 本以为害怕超生 被罚款的两人不会再生了 谁知他们后续竟然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让出生就被送走的老二情何以看 日子久了 恐怕他们早都忘记自己 还有一个二女儿了吧 而凤琴的姥姥家出了一些事故 导致她一个人被送回来了 眼看着超生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 如今正处于裁员之际 如果被人抓到了把柄 那梁富宽可就要彻底下岗了 所以他们只能把女儿关在家里 任谁都不能见 是陈兴杰把凤琴给送回来的 孩子见了马晓云 当即就叫了一声妈 对于大人来说 应该是很温暖的一个称呼 可凤琴这一叫 愣是把马晓云吓得够呛 连忙解释说这是亲戚家的小孩 至于那生妈 纯属是乱叫的 陈兴杰是个懂事的孩子 当即就知道前因后果了 奔着别人家的事 从不瞎打听的态度 她便帮着马晓云 隐瞒了超生的秘密 至于凤琴 明明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了 却处处小心谨慎 除了要讨好妹妹之外 还得装着乖小孩 听爸爸妈妈的话 可深夜里 她躲在被窝无意间 听到了父母的谈话 说要把她送回去 如果姥姥和二姨都不要她的话 那就直接丢了 同样是女儿 为何姐姐和妹妹 都能享受父母的宠爱 而从小就背井离乡的她 却再次被抛弃呢 小孩子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 可为了不让父母丢了自己 凤琴不得不叫马晓云二姨 这不仅仅是当着外人的面 哪怕在家里 母亲也是不允许她叫妈的 不用想都知道凤琴的心里 有多难受了 如此懂事的孩子 倒是把大人的恶给衬托出来了 凭什么他们犯的错 要让一个无辜的孩子 来承担后果呢 如果怕超生的话 不生就好了 何必在满足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之后 又装成没事人一般 对孩子各种指指点点呢 而且既然生了 就应该提前做好罚款的准备 毕竟要对孩子负责 总不能生了之后不管 反过来还怕孩子害了自己吧 马晓云和梁富宽 着实视网为人母 或许凤琴就不该回来吧 恐怕在山东 他都不曾被人如此嫌弃过